将手中的这一面棋 将在我们后援会的总会长 我们的简建辉总会长的手中 民进党前主席卓龙泰代表 授正授旗给赖清德 渔业后援会总会长 金融区渔会理事长简建辉 现场聚集500位渔业代表 五位言乐高喊加油 向着渔业界对赖清德的权力相挺 感谢这几年政府对我们 基隆渔业与移民的照顾 与发展 尤其我们赖副总统 来访渔业会 照顾我们渔民 大力支持渔业建设 使我有感而发 成立今年的渔业后援会 希望他当选中的以后 继续支持基隆渔业 与基隆渔业的发展 与支持与爱国 渔业后援会成立大会地点 就位于旧渔业会大楼旁 是来清德担任行政院长时 与当时的金融市长 现任内政部长李又昌 及立法人蔡世英等人 在中央与地方 共同合作努力的成果 对渔业发展鼎盛的基隆来说 意义深厚 出席成立大会的林又昌等人 大声呼吁基隆人 一定要支持最挺基隆的 总统候选人赖清德 渔业的后援会 在基隆成立 这个也是信赖 基隆会在基隆成立的 第一个后援会 我想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起点 也代表着基隆百公百业 挺我们赖清德总统 也挺我们郑文婷立委候选 希望大家一起加油 选出好的人才 带领台湾继续向连进 也让基隆的未来能更好 我相信说长期以来 小英政府对渔业的照顾 是非常显而易见的 所以我们看得到 包括渔业理事长 前后任理事长 许多的渔业干部 都站出来 来支持我们的 赖清德赖副总统 竞选2024的总统 那我相信基隆市的市民 在这场选担当中 会来支持赖清德 继续延续过去 小英政府八年的努力 让基隆持续的进步 让台湾的海洋渔业的状况 继续的走下去 我们想非常非常感动 看到这么多的 渔业相关产业的民众 来一起来参加 挺总统 挺赖清德 那渔业呢 渔业是基隆的根 也是基隆的根本 我们基隆港 因为渔业而生 因为渔业而兴盛 那我们有非常多 依赖基隆港的民众 那我想大家都相信 赖清德总统候选人 会对我们基隆非常的重视 我身为基隆的女儿 我希望基隆能改变 基隆不能再由 所谓国民党复辟 也不能再由政二代继续 再经营 我们一定要选出一个 平民的律师 来帮我们代言 来帮我们发声 这才是一个基隆未来的知福 所以在这边拜托大家 基隆力挺郑文庆 也希望大家全力力挺我们的赖清德 让我们听台湾 整个听台湾的团队 能继续为台湾努力 文庆如果有机会 尽力欢迎 我也会尊叫 我们部长 以及蔡立委 这种 依杰人 最佳利益 这种情形 尽力欢迎 来贴族 看我们的心扎 以及既成的感动 据了解 现在台湾后援会 百公百业 将在基隆各个行政区 陆续成立 希望一步一脚印 争取更多市民支持 让大基隆地区出身的赖清德 在台湾头基隆 赖得最大的胜利 记者张旗腾 基隆报道